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 第二度的世纪会谈今天在越南河内展开 这次的高峰会谈主要聚焦在无核化谈判 会议开始前双方互动热络 特朗普还表示并不急着和朝鲜签署协议 至于向来作风神秘的金正恩 也第一次正面回答西方媒体的提问 自称要是他不支持去核就不会出现在核内 那特经会到底还说了些什么呢 来看报道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12号 在新加坡举行首次特经会后 令美朝关系降温 世纪会谈不到一年 这回在越南进行第二次双边会谈 会谈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9点开始 双方先单独会面45分钟 随后美朝谈判官和智囊团加入协商 两人过后再出席记者会 金正恩来自立的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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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来自立的决定 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些决定 我现在来自立的决定 那是个好答案 那是最好的答案 你最好的答案 在更早前召开的联合记者会 特朗普直接了当地说明 美国并不急着签署去核协议 12岁的特朗普和35岁的金正恩 双方足足有37岁的年龄差 两人见面时先有口译陪同寒暄 看起来互动自然 像是老朋友相聚 特朗普说美朝关系稳健 还预言会有好事情发生 金正恩也表示 欢迎美国在朝鲜首都平壤 开设联络办事处的想法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